本文章已经通过区块链技术进行版权认证,禁止任何形式的改变转载抄袭,为止追究法律责任。 但大家都知道,坦克克是陆战战场上的王者,他威力巨大,在历史上的一些战役中,有着决定性的作用。 可是在战争史上,有这样25辆丢人的坦克,因为他们竟然被重击枪打成蜂窝,而25辆的坦克军队,也在短短20分钟内前军覆没,实在让人大跌眼镜。 要说他们是史上最丢人坦克,一点都不夸张。 在二战时期,日本热露了美国而使美国卷入了二战。 在一次和美国在南太平洋展开激烈的争夺战中,日本因不敌强大的美国,而下令向南太平洋大四中兵。 其中就包括了25辆坦克和150毫米重型榴弹炮。 因为他们觉得美国之所以能打败自己,是因为他们有强大的武器,所以也就装备同样实力不差的武器,这样是日军信心被增决的,不会再次战败了。 可是事实却没有想象的那般美好。 在第二次进攻美国军队时,日本坦克担任先锋的角色,对着美军阵第一阵炮轰,以此来开封宪阵。 因为美国也没有想到,日本居然也拥有坦克,而且也震惊于他们浓浓的杀鸡,所以,一开始,就被他们突破了第一道防线。 但是美军并没有乱了阵奖,美军也派出了坦克对着日军一片轰炸,炸乱了日军步兵的阵奖,日本步兵开始溃乱。 而美军这边,因为坦克部队再次赶不到这边,就只能用中机枪向日本坦克扫射。 没想到,这柄极乱投医居然有了效果,不出二十分钟,日本的坦克,居然被美军的重机枪扫射成了筛子,瞬间报废。 估计美军也是没想到,日军引以为豪达二十五辆坦克,居然这么弱不禁锋,成为了二战史上的一大笑话。 最后,败值已定的日军只能丢弃破损的坦克落魄逃跑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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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